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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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跟先生要結婚 你再說一次 就是你媽媽跟你爸爸 他們要正式結婚了 真的 他們要結婚了 你先別高興 精彩的還在後面 你再賣關子 我就開除你 太太她希望 她跟先生的婚禮 跟你的合併舉行 跟我 我跟誰啊 還有誰啊 瑜伽大少啊 你有沒有本來早就該結婚的嘛 我是不會嫁給瑜伽琦的 誰來逼婚 我就把你嫁給他 小姐你愛說笑 剛剛是不是瑜伽琦欺負你 害你哭得那麼慘啊 你出去吧 電視生意關小一點 小姐 到底是怎麼了嗎 看你是去美國去壞了 回來也不帶東西給人家 人也變得怪怪的 我還是比較喜歡以前 乾乾脆脆的小姐 阿珍 怎麼樣啦 你說得對 我應該會復從前乾乾脆脆 獨立自主的樣子 小姐 如果我一直要記憶 我已經幫你 什麼都講 你呢 好 我ард 贏 我哥 你沒想要去 我 我 有 我 叫你 阿珍啊,你那個妝怎麼化那麼濃啊? 出去出去也不要你多事了 這個妝哪濃啊?我還看過不是更濃的 來,肌肉放輕鬆,不要想自己在拍照啊 那邊補光 那邊補光就over了 別說笑,走進來就大呼小叫 你以為你是誰啊?有沒有搞錯? 阿珍,這位陸先生是我從美國請回的名攝影師 你又是誰啊?在這裡是比技術 不是比聲音檔,你懂不懂啊? 走,過來幫忙換鏡頭 好 你以後,掃給我多嘴多舌 好 好 好 如果,你期待張曉風會回到這裡的話 那,你會失望嗎? 你付我高興,我回來上班 這樣不對嗎? 好 對不起,昨晚都打了你 有嗎? 聽說我昨晚喝醉 還發酒量幫你切換 不好意思 昨天人家老公不討論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啊,昨天晚上害我們家小姐 回家大哭了,就是你們啊 阿珍 你真激婆 誰說我激婆了?我告訴你 誰要敢欺負我們家小姐 我就是虎婆獅婆 我跟她沒完沒了 小鬼,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真愛心啊 老巫婆 是 你 快 快 你 你 你 尼師哥為什麼不出來吃飯 他,他做的吃不下 吃不下 分明是鬼迷了心腔 整天對那個死人照片發呆 早晚毀了他自己 雪兒 曉峰 不管你變成什麼樣 我都會找到你 你在哪裡 我都會找到你的 整天 你來自我 荒聖人 酷 是 三 不 這個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视察你们的工作绩效啊 对了 我的那些模特儿让你们训练得怎么样呢 将来表演的成绩如何 我总该了解一下吧 继续拍 继续拍 杜兄 我花钱呢 是请你来拍照 可不是请你来谈情说爱的 我拿的是秦小姐的薪水 我该怎么工作 留不到你的照片 你这话就不对了 摄影工作室为什么要成立吗 还有这么些模特儿 为什么要组续拍照 你大概都还懵懵懂懂的 当然了 你只是个玩相机的 不用知道这么多嘛 不过秦大小姐应该透露一点给你啊 你们的关系毕竟不同啊 你们的关系毕竟不同啊 确定放尊重你了 你侮辱的不是我 是秦小姐 玩相机的 我告诉你 你不是在美国 这里是我的地盘 如果想拉一个打一个 那你就打错算盘了 你知道我跟小温 余佳琪 你再打架我们工作 我就放你出去 好好好 我走就是了 在我走以前 跟我的未婚妻说句话总行吧 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个 新潮的服装展览会场 准备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服装秀 当做是我们最好的结婚礼物 你做帽 我没刷架给你 别这么说嘛 我们是郎才女帽门单户队 你训练的model 到我的服装秀来表演 那才真是天作之和啊 对不对 做事吧 不知道 肯定长小 在市场柜上き sind 公司就要全部结婚 因是妳的 这是 这个人 两家都活论了 你还知道 figure 好 我们这个再来一遍 商量笑 舱が潮睡了 傅小姐, 進來一下 這怎麼回事?老頭不信什麼意思? 董事長說 說啊, 她說什麼? 董事長說不用花錢辦什麼服裝秀 狗屁 一切工作照常進行 我要是辦不成這場秀, 我就不信於 出去 謝謝 大師, 請你多透露點天機 也好讓我有個方向去找嘛 余先生 佛家說 一知前身陰, 今身受者是 一知來生果, 今身作者是 您前身修的善果, 報在今世啊 所以我說, 您命待天德 一身是, 逢兄化吉啊 只要是今生今世, 與人為善 那就, 心想事成啊 可是, 您既然斷定我命中該有一子 而且是閒孝的好兒子 那你何不告訴我, 何方去尋找 也好讓我早早, 聊掉這個心願嘛 您別心急啊, 余先生 呃, 我想, 看看您的這個八字是 嗯 呃, 魁水日, 主身強, 碎季金, 水生佛 呃, 您這位公子嘛, 實際成熟, 自來相認 呃, 若是因為強求, 只怕身身相剋 閣下還有心傷哦 哦, 好, 呃, 這是一點小意思啊 我讓司機啊, 送大師一程 來, 請請請 什麼東西嘛 整天請這些江湖舒適到家裡面打秋風 說一大堆屁話 還要送人家大筆錢當凱子 哎, 我好不容易把林大師請到家裡來 看看風水, 替我批批流年八字 你對人家不理不睬也就罷了 還說什麼閒話嗎真是 我看不怪你發神經啊 現在不論是阿貓阿狗 只要說你命中有子啊 你就恨不得就像中了獎卷一樣的 把錢往外面撒 你這種命我也會算呢 你命中有子 全台北市的人都知道了 還用著他來算嗎 家綺不就是你的子嗎 他可是你帶來的脫油瓶啊 我讓他跟我姓余 我要的是我自己的骨肉 我的兒子 什麼脫油瓶啊 家綺他可是從小就叫你爸爸的 董事長 我有事要向你請教 說吧 我要辦一場服裝秀 你為什麼不同意 沒有必要太浪費 我認為這是投資 我花下去的成本 保證能夠十倍收回來 爸 我們在做生意 我是實際經營者 有沒有必要就讓我來判斷好不好 你懂什麼經營啊 你還在念ABC的時候 我已經住在那位子上拼命了 你保證收回十倍 你拿什麼保證啊 好好好 我們簽個約 達不到 你給我滾蛋 不要擺董事長架子啊 你現在是在家裡面跟你自己兒子在說話呀 他從來就沒有把我當做他兒子 我根本不是他兒子 董事長 你要公事公辦 要跟我簽約是不是 好 我願意簽 如果我余佳琪服裝秀失敗的話 我拍拍屁股就走 一毛錢也不會要你的 佳琪佳琪啊 佳琪啊 佳琪 你瘋了 你要是不幹的話 我還不答應呢 余佳琪我路子佔一半了 他沒有權趕緊走 余佳琪業 是我余大德花了二十年心血 賠上健康 以求創立起來的 你們家留下來的 也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染疹工廠 不要說是一半 我全都給你 也免得我整天啊 擔心那環保分子抗議了 好啊余大德 你 你先說這種話 你簡直是過門參與場吧 你是不是在外面 有了別的女人 想把我股子掃地出門 你簡直 無聊到了幾點 小姐 你有沒有見過這女兒 漂亮嗎 很漂亮 她是單相思 一頭膽子一頭熱 雪兒不是長頭髮嗎 什麼時候剪呢 關你什麼事 來來 來 雪兒的這張照片 我看你就送給我算了吧 哎 反正學的人你又得不到 何必呢 對了大攝影師 如果你真寂寞 找我未婚妻聊聊天 我不會反對的 我不會反對的 大小姐 你剛到臺灣沒有多久 一切的計劃還沒有展開 你現在就要打退堂 為了陸中石 何苦 眼前就有個更好的 何不適者 余大德的兒子余佳琪 人品 學識 家識 樣樣都比陸中石強 更配得上你 你把我當什麼人 換情人跟換衣服一樣簡單 我到臺灣來 只要查明媽咪當你陷害她的人 找回失落的夜明珠 我不是要用我的美色去 大小姐 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計劃 都是因為你的緣故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們原本想 透過秦孟威 從秦媒身上著手 可是陸中石的出現 讓大小姐 無法再面對陸中石 繼續地執行計劃 我們只有躲開她 把目標轉移到余佳 余佳的缺點 就是那位花花大哨余佳琪 我不喜歡跟余佳琪打專道 大小姐 你現在是米家的主人 為了死不瞑目的夫人 你已經沒有個人的好物 一切都為米家付出 好了好了 好了 你不要再拿出你的法寶來 老是把一切為米家 一切為夫人 一切為父仇 掛在嘴邊好不好 好 大小姐 老長沒掛在嘴邊 老長把她放在心裡的生了根 為了完成夫人的遺命 老長是在所不棄 死而無憾 老長 我如果回美國去 什麼事都不管了 你要觀察你的計劃 如果沒有大小姐的合作配合 老長就硬幹到底 大不了玉石皆分 要是我不照你的計劃 去接近于佳琪 本人跟陸忠實在一起 你也要一意孤行 是不是連我也一起殺掉 老長效忠米家歷代的主人 不敢冒犯大小姐 可是夫人的一命 老長不敢不遵 到時候是有犧牲陸忠實 你敢 再倒一指 你問不 Schritt 抱歉 老長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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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爸 半夜三更回来 浑身的酒臭味 不去睡觉 发酒疯啊 我照片拿吧 是不是你拿走了 什么照片跟宝贝似的 谁看见你照片了 好了 我要睡觉 有什么是明天再说 我等明天 我现在就要 臭宝是不会拿我的照片 这个家除了你不会有别人 你这什么态度啊 是我拿的又怎么样 弄几张死人照片回来 挂在房里 每天对着叹气 你要做没出息的男人 我还觉得晦气呢 照片呢 现在 我不在哪里 我还把他撕碎 烧毁了 我叫你死这条心 爸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那几张照片有爱的你什么呢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不要进我的工作室 你可以告诉我叫我把他给收起来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毁掉我心爱的东西呢 爸 你让我拥有那些照片不行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给撕掉 为什么要把他给烧掉呢 你为什么吗 为什么 爸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爸爸 我不能干看着你 为一个女人壮志消沉 我这一巴掌 打你这不消死 再要是打不醒你 你都不要再叫我爸爸 你都不要再叫我爸爸 师哥 对不起 拿走你的照片 我也有份 我也不希望你整天一回家 就看这照片发呆 你要打我骂我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不是错吧 不是你的错 该打该骂 是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爸 本来是我的错 情愿的 宗师 你脸怎么搞的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没事吧 你睡吧 你睡吧 就睡不醒了 我睡不醒了 你睡觉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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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雪儿 对不起 我要打车了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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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来台湾的 先生 你认错了吧 我叫晓风 你不是雪儿 你这早老掉牙了 随便叫别人一个名字 然后道歉说你认错了 我告诉你啊 我念高中的时候 就很多男生搞这种飞机 我没有兴趣跟你玩这种游戏 雪儿 小姐 你贵心方明啊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意思 你真的很像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女孩 简直一模一样 小姐 听我说 我擅长了 我扶死你了 我说吧 鼓勵鼓勵你 沒星期的 看到我送你的禮物 就有星期了 不要囉嗦 來 先把眼睛閉起來 閉一個頭很明 求求你 只要一秒鐘就好了 姨姨 可以張開 照片沒有被爸撕掉收掉 差一點 說我搶下來 不行啊 不行啊 媽媽 不行啊 老啊 你昨天晚上騙得我好苦 你看我怎麼打你屁股 哇塞 恩江頭寶 可不可以還救救你的血 你還是先救救你自己吧 打你 打您 快來了 快點啊 教練 打 我 幹什麼 打架打到家裡來了 一回到家就造反 沒有啦 四哥在教我打棒球 對 我在教錯把打棒球正確知識 蛤 怎麼你教我 你一个人从屏洞跑到台北 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台北的坏人可是很多 难道你不怕被人家骗了卖掉啊 我决心出来闯荡 这点小心点就好了 说不定你这是坏人啊 你看我像吗 你脸上有伤 好像昨天被人打过架 我养母说过 爱天爱打架的人不会是什么好人的 你还真聪明呢 我昨天室友跟人打架 不过我打的可是坏人的 你一个人待在台北 将来遇上了坏人 来找我 我替你出气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台北 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是他带你来这打过我夫的 骗你的啦 想跟我在一起的人是不少 你看 就像今天带我进场那个死胖子 他就是一个 我一进场我就溜了 凭他 他早得狠啊 这里离台北还很远 你就这样放他鸽子 待会儿你怎么回去呢 进了酒厂 还怕碰到好男人 我真服了你 张晓风小姐 看你年纪不大 真真假假的 我看谁也捉不住你啊 那也不一定啊 谁能帮我达成理想 我也会对他真心的啊 那你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 让我成名 今天算你走运 碰上了好男人 如果你要成名 包在我身上 这位呢 是我们公司最顶尖的设计师 高小姐 这位呢 是我们公司 最有名气的摄影师 王先生 这位是张晓风小姐 我要各位 把他变成最有名的模特 不管你们怎么包装他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要他在最短时间内 成为最有名的模特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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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背后鬼叫什么 还叫我雪儿啊 我还想试试看呢 你实在太像她了 现在你相信我不是雪儿了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走 万一你被坏人拐跑了 那怎么办 你不要忘了 你是一块美玉 我要琢磨你 有责任保护你 你也别忘了 一种地名 我来的时候说过 我们公司都私事私 你和我成了名 我会报答你 我会报答你 佳琪啊 你接下班了 正好 走 这会儿 请安排啊 妈 这位是张小姐 这位是我母亲 这位是 她是谁啊 你新交的女朋友 这么没礼貌的 小枫 对不起啊 你别跟着我 明天我就回来 佳琪啊 佳琪 哪来的女人 这么大派头 我可是警告你啊 你是有婚约的人 走 去那里干嘛 谈你跟孟威的婚事啊 现在啊 秦梅跟顾伯伯 就要正式结婚了 你娶了孟威啊 就等于娶了 秦顾两家的事业 还怕你那个死鬼爸爸 不就范呢 妈 这些话题都已经是老掉牙了 别再谈了 我绝不会跟秦孟威结婚 佳琪 你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妈 我另有一种人了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拜拜 见给予你 兄弟 您 一 啊 欢迎 瞱 大小姐 大小姐很快就搭上了瑜伽琪了 我不喜歡聽搭上這兩句 大小姐應該跟瑜伽琪很快進入狀況 藉著她這道橋進入瑜伽 首先對付瑜伽琪 讓他們這隊有名無實的父子 鬥得越凶越好 看得出來瑜伽琪很有野心 長叔 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辦法 你不要來打交我 更別想插手管事 你露面 我什麼事都做不成 是啊大小姐 我一切配合你 累了一天了 是不是該回休息了 我知道 我想到處走走 三三星 你不要再跟著我 是大小姐 跟著她 不知道 這幾天 當天 雪儿呢 雪儿肯吗 陆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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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 什么的 台北交通乱的 骑这种肉包铁的东西危险呢 哎 要不要做我这个铁包肉的安全舒适啊 十个要先去照相馆 骑机车 不会塞车 好久没开车了 要小心点 放心啦 在家闷的 出去兜几个圈子 舒坦舒坦惊苦 那我先走了 好了 接下来 好了 接下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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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快点 快点 阴魂不散 怪我大事 将棋 没有一张能够拍得住小枫的味道 什么摄影高手 朗得虚名 走机率 机动来了 请他进来 你在听谁生气 老远就听见你在吼 没有 我在骂一句喘才 糟蹋了我的婆月 这个人 我见过 你在美国见过 那是雪儿 跟她很像 不过不是她 哦 叫雪儿 是树林饭店的公关经理 她叫张晓风 南部来的 我觉得她潜力深厚 可以塑造 说不定就是这次 我服装秀上的秘密武器 秦义 你看怎么样 我没意见 花钱办秀的是你 你爱捧谁就捧谁 不过不要假戏真做 公私不分 怎么会呢 秦姨 你还是我的准丈母娘呢 我这场秀办不办得成 还得您支持呢 我有这个力量吗 听说你父亲始终不赞成你花钱办秀哦 只要有秦姨您的支持 我会叫她赞成的 秀做不成 那秦姨最近筹备工作所丢下去的钞票 去不都白费了吗 花钱倒无所谓 我人丢不起 你这个秘密武器 我看交给小魏吧 让她那个留美摄影师拍拍看 留美摄影师 那个陆忠实 只能算是个玩相机的 除了小魏对她有兴趣之外 别人根本不会请她 扎琪 你话里带刺哦 你是不是怀疑小魏她 进来 见见我们广告界的女强人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张晓风小姐 秦姨 你看怎么样 上面这么快就洗好了 你慢慢做梦你的普遇吧 我还有事 秦姨 你觉得她很像美国的雪儿是吧 我有办法试试 小风 你觉得那些照片拍得怎么样 普遍 现在秦姨那边有个不错的摄影师 我叫她来替你拍怎么样 我没意见 你是老板啊 那个摄影师从美国回来的 叫陆忠实 那又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现在去了 老板 请您留下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薇 我发觉一颗模特儿的明日之星 你看她像不像美国那个 我们见过了 秦小姐 又见面了 你好 你们认识啊 不知道 姐 我还心里有多久 对不起 秦小姐 我也是无心插流 而意见一种地方 如果你觉得我违约的话 无所谓 反正我把你训练好了 还是要交给你佳琪 现在你自己搭线 我舍得这款功夫 英雄所见略同 发觉小风的还不止我一个 秦一啊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害我班门弄覆了半天 我把这件案子交给小薇权权盖 她弄好这一座摄影工作室 我还是头一次来的 她真显得这什么人我都还不知道 您的刘美摄影师呢 秦一 你只怕陆忠实相机玩得不错 我想让她试拍小风 也说不定呢 她把小风当成了雪儿 灵感就来了 你看看 如果留长了头发 那不又一个活生生的雪儿吗 陆忠实还没有高 什么 老板在等伙计 这个玩相机得太大牌了吧 陆忠实每天都迟到 小薇 你太重容她了 妈 陆忠实一直很敬业 她最近有点心事 因为她找了一个时间相似 不出来失踪的人 下红带 别人 多救个人 下红带 快 一 priv mas 快 一在 你放棄我中时 以后上班要紧时 喂 我就是 什么 妈 陆忠实你出车祸 在哪家医院 好 好 我马上过来 妈 中时火车被人家破坏的刹车 撞弹的卷导 车尾人伤 我现在赶快到这边去 小薇 陆忠实出车祸了 伤得重不重啊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不必劳驾 那一次配你明日之心吧 小薇 小薇 你倒是一心可以二用啊 左耳听音乐 右耳还可以听人家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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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多事啊 干嘛打电话给小薇啊 你是上班受伤 只要告诉老板吧 他竟然才不会扣你薪水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 回家让我爸知道他一担心 不然我骑摩托车 你以后也别想做摩托车兜风了 那我爸嘴巴封一下就可以了 你们怎么样啊 你们怎么会伤在同一个部位啊 还笑我们出车祸 你还笑 真没同情情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怎么会出车祸 到现场处理的交通检查说 刹车线是被人家剪断的 是谁要害你吧 我知道 一定是常规那个打坏蛋 常规来台北了 不要听臭保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真的跟着常规了 也许只是像他 你看花了眼了 真的 知道 吃吧 看到常规的事情 回家不准我多提一个 没那么办法担心 知道吗 如果常规出现在台北 那那张晓风也许就是 察叔 查叔 语川 查叔 查叔 大小姐,什麼緊急的事情把我叫了? 你自己心裡有數,你破壞了我們的協議 什麼協議? 我不准你動陸家仁一根海毛 我並沒有碰他們呢 你是沒有,你只不過動動嘴 叫你的手下去破壞忠實的剎車 如果忠實不幸地撞車死,你還該說那是個意外 那只是給他個叫醒,讓他離你遠一點 這樣糾纏不休,大小姐的身份遲早會暴露 婦人的移命,大小姐的奴隸,豈不付諸流水 你是不是要我去跟他說? 要他小心你的暗算,別再來接近我 只要大小姐不反對,我會有辦法叫他知難而退 我不准你傷害他 我盡量,也許我會下一次猛藥 大小姐可要跟我配合 絕不能心軟,讓她早早地死心,對大家都好 你打算怎麼做? 這要隨機應變 最好讓她覺得大小姐絕情,傷透了心 或者完全相信大小姐根本就不是雪兒 大小姐信得過我,陸忠實可以活到一百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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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